好 听众朋友 我们来解读最近 两家不同媒体的民调 我常说 叛读民调 绝对不是教会查经班 就几张几节在暗字 那就没办法了 是两回事 所以民调我自己的看法说 民调仅供参考 那个趋向是可以做探讨 这是我的想法 当然我们尊重大家来讨论 我先把不同的 我们就衰选两家 一家是忠实旺旺的民调 也就是 马 蔡 宋 三家 一个趋势图可以看出来 我就细节就不讲了 但是最新的11月25号 宋 10.1 好像都差不多了 没有特别的 那马蔡大概是差距5 那如果比起之前 大概在龙色风波 稍最高的时候 马蔡把各家民调 应该是差10 所以蛮特殊的就是说 为什么拉近了 是不是跟和平协议 跟公投有关系 或龙色紫席的都有关系 另外是自由时报的民调 这就比较特殊了 都各有 我们要尊重不同的民调 尊重 宋三选马反而赢过菜 这个有点奇怪了 我要先讲忠实 因为忠实是说宋进场 马还是赢菜 然后自由时报 这很特殊 他说宋三选马 你看马英九变成超过 宋还是11差不多 但是马31.91 菜变成30.28了 要值得解读 我先讲我的观点 这就是激起换力的 危机意识 如果你们民进党的支持者 去替宋连署甚至投票的话 马英九会赢 才会输 我觉得民调有它背后的强大的 一个解读的动机 这是我的动机 当然要 也许请林荣山先生打电话进来 亲自解释 或走这个陈进龙总编辑里面解释 我们开放给他们进来解释 但是这里面让我提到 是不是强烈的一种民调的 你看两个不同民调的反差 怎么解释呢 我有几个比较特殊的看法 第一个我认为自由时报的民调 它不是经常性的公布 它自己也没有经常性的机构 在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它的民调的来由 我始终维持着高度怀疑的态度 就这个程序问题是不是 对 是程序问题 它的资料是怎么来的 我是高度怀疑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它所做的民调 那么只是数字上 也刻意的去打成说 蔡英文跟马英九是55波 15波 那有的时候蔡英文赢一点 有时候马英九赢一点 故意再操作这种印象 来鼓励这个范略支持者的士气 说我们现在只赢一点点要加油 或者我们只输一点点更要加油 但是只赢一点点 只输一点点 他们一定要给添加的理由 他们的理由是违反了大部分的经验法则 就是说你看宋楚瑜参选的时候 反而使马英九赢一点 他当然也担心的就是说 现在鼓励范略的人去帮宋楚瑜去联署 会不会变成说范略的人 联署完了反而去投他一票 他可能会担心这种现象 那我认为这个是多虑的 你把它当作一个宣传品 也就可以了 宣传品啊 因为以前我曾经 你是指哪个报的宣传品 我曾经公开批评过 自由时报是一个自由传单 然后听说他们老板非常的生气 还在这个头版里面写了一大篇文章 修理我说要告我 不过等了好几年他也没来告我 所以还维持当有一贯的观点 我认为这个自由时报 有时候的行为跟风格 在我的看法中 有一点像自由传单 他有点大意面青 我知道自由时报发行人 这个吴阿弥先生 还是跟那个蔡正元 应该是还有中亲的关系 是的 你是以这个事实为根据 相亲放一边 没有 我对他很尊重 他不管这一块 其实吴阿弥先生是一个老好人 我是蛮喜欢 我是我们在那边工作过 都蛮喜欢这个人 欧力尚 非常客观 一失赤子之心的欧力尚 我再把这个民调 就真的是这个运鹏兄最担心的 就是如果宣传品进来 反而马赢菜 至少快多一 而不是其他的中国时报 那我说送进来 至少还有马赢菜五 结果反而送进来 换句话说自由时报 是不是把你民进党的思维 那个做法已经把它点出来了 你不认为是传单 而是就是事实的陈述 是不是 蔡委員对自由时报解读 我不尽然同意 不过他讲说多氯 我讲个冷笑话 化学有一个毒的成分叫做多氯联本 有多氯的已经会带本进来 那本是谁 这个那个命令帽子笑话差不多 够了 够了 那我来讲一下 其实自由时报 它也没有机构相信 我不晓得 但是现在民调分两组 那一组就是自由时报 民进党中央跟之前的远见 他们三个做起来是接近的 所以如果蔡委員那样讲是成立的话 那可能民进党中央 我不是你可能也有意见啦 那远见之前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正确啦 那没关系 我们都弄到这里的 那自由时报这个状况 它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说 好 他第一次有民调显示 我跟阿扁的担心 就是说宋先生加进来的时候 反而拉绿的比拉蓝的多 这是第一次民调里面显示的 那这有可能是真的喔 因为他民调显示是这样 他有可能投票也是这样 那并不像奎文兄之前讲说 阿托拜跨民调的话 不是 我举一个我亲身符选过的例子 我们在高雄市长选举的时候 那时候谢长廷的选举 有张伯雅跟施明德的参与嘛 一开始他们很明显 他们的民调都是在绿的这边流去 到后来你就必须要慢慢用策略啦 用什么运作 把最后他投票出来 其实懒得居多 所以你在选举操反说 你一定要去上去做 那自由时报 这个到底是策略应用还是真的 我认为是真的 但是自由时报也有他的 他也有参与啦 因为一开始让宋专访是谁 就是自由时报嘛 那自由时报 我认为多数的读者 是跟民进党比较接近的啦 所以你也让宋楚瑜在这边拉票了 所以才会造成这个结果 我如果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西中的支持者 说送你还算哦 宋楚瑜参选竟然 马比蔡英文多1.63耶 对啊 那宋楚瑜竟然 马恩就谈对啊 反而是对马有利而蔡不利耶 这好像跟我们过去的经验法则 又一番翻转不是吗 关琴 其实我的看法跟蔡远比较近似 我觉得我们看过那么多民调啦 因为我不是也不是民调专家 但至少他有个参考值 但是我每次看自由时报 他的确就是一个五五坡平盘 那有时候那个是小数点范围内的 就是你多为一个小数 几个小数点 我再多你几个小数点 那常常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可是你如果说对比其他的那个机构 他们所做的民调 他一定是就算滚动前 他也有一个高低起伏 因为某个世界我们才可以分析 那你看那个9月17号 对31.61 31.61 下面 31.61 31.61 13.44 那蓝的是31.61是码 绿的31.61 他连小数点第二位 他们两个四个数字都一模一样 那怎么可能 这个做出这样的一个效果来 那你看后面我们今天探讨说 赢个一点多 这个部分是他没有一个说就是这样 说马一定赢过菜的那个参考价值 那当然就说如果真的要分析 像胡达哥你们讲的 他要警示绿的 你不要因为送进来一定会拉到马的票 你看我们还落后人家 那大家还要加油 但是另外一个解读就是说 那你看是不是也有机构效益 那你这有什么来问我 那我就是有危机 我就不要上你的明清河的档 那我们就说 就说那停马 是不是有这个 但是你说那个其他几张 你看那个整个忠实 旺旺旺忠实的那个民调 那这一份是最近常被人家拿来 引用的 你看马他 那个蓝英就非常cose 稳赢的 那时候都在领先 在稳定范围内 可是你看马 从这个他丢出和平协议 他有下滑的趋势 那你看菜 37% 他不仅有迫近马英九 是有史以来最接近的 而且他有个意义是 创下蔡英文有史以来 民调是最高的 这两个点 你就可以看到 下一步大家再看说 两个会被交叉 我觉得这个指标 就是对马英九 才有警示作用 其实综合各位三人口说 其实宋参选进来 对民进党国民党都有冲击 只是冲击最后是 对谁有利不利还不知道 至少从这个民调显示 坦白讲这个有时就像 球场的变化球 或者是拳击赛了好几回合 才能胜负 的确让我们有点迷惑 那宋参选进来 好像对马也不利 对蔡也不利 那对他也不利 奇怪 打了下跌了 现在刚刚才你讲的 就是个重点 就是说当马赛两个的 民调接近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个关键 会不会今天有报纸说 马因为犯了所谓 这个和平协议 他没有讲清楚的错 所以一下蹦 5%就不见了 那问题现在 苏家群农舍没有处理好 可能说不定又要拉开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看上去 是不晓得 可是我 我一直很怀疑一点 宋楚瑜的支持率一直在 我们不要多讲或少 10%好了 10%以8成的投票率是多少 100多万票吧 他怎么会连速连速的这么辛苦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觉得很奇怪啊 以前不是11年的金飞席笔 对 我的意思是说 没有资源有关系的 胡大哥 如果他的支持率那么高的话 他连速应该 piss up cake 应该很快啪啪啪就 不要说 不要说100万啦 这太夸张了 随便跟2 30万 应该很快就会达到门槛 可是他现在连速的情况是 非常非常的辛苦 甚至要到那个 那个大话去 希望大家连速 我就奇怪 他的支持率 是不是非常的虚 我在想这一点 所以他 现在要分析说 他能拉走谁多少票 我都非常怀疑 所以你也怀疑宋楚瑜的 10%的民调 如果对资委连速 你是怀疑的 是不是